用香芋来做一个超好吃的一碗 出锅满屋飘香 喜欢的一定要试试 先把香菇用水泡软 500克的芋头 把它切丝 切好放一边备用 再多一点肉末 泡好的虾米也切碎一下 把香菇这个地切下来有点硬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粒 接下来锅里放点油 香菇跟虾米一起倒下去 炒出香味 炒到微微花黄 这时把肉末倒下去 炒至变色 炒好后倒入香芋里面 接下来调一下味 放点葱白 放入适量的盐 一点胡椒粉 一点五香粉 然后把它拌均匀 接下来准备70克番薯粉 加点水融化一下 水不要太多 有点浓稠最好 分几次倒入香芋里面 再搅拌均匀 然后把它搓成小一碗 全部做好后 把它放入蒸锅 水滚后 蒸25分钟即可 时间到出锅 哇 太香了 放点葱花 点缀一下 一道美味诱人的香芋丸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粉粉糯糯的 咸香可口 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我是兰子 谢谢点赞 收藏 加转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你的观看